这个女孩立志要当小苍老师 可摄影师觉得不够肉欲 就让她把外套脱下来 拍了一回还是觉得没有亮点 于是告诉女孩 女孩对这种行为嗤之一鼻 然后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她叫小苍 立志成为一个平面老师 可妈妈却不认同她的做法 女孩子应该自重自爱 抛头露面的太不哑观了 最终母女不欢而散 晚上小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招聘模特的道士 不要求经验管持管住 只要长得漂亮就行 虽然是一个明显的陷阱 可小苍还是毫不犹豫地发了简历过去 果然漂亮的女人很少思考问题 第二天小苍就接到录取的通知 小苍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座火车 刚出车站就有一个美女接待她 原来是老板的女朋友 然后把她带到僻静的豪华别墅内 老板也是迫不及待赶紧给她拍照 然后安排了休息的房间 最终老板把她软禁在了房间里 小苍只能没心没肺地休息一晚上 第二天小苍直接端着食物走了进来 小苍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可小苍以妈妈的性命作为要挟 让她乖乖听话 还告诉她好好准备接下来的真人直播 原来小苍是靠骗女孩直播的诈骗团伙 然后通过对讲机 让小苍一件一件地脱下衣服 巨大的恐惧下小苍只能照做 可刚开始直播就像房仪大额求救 结果只是徒劳 到了晚上小苍拿起台灯 准备打破玻璃 可小苍进来了 小苍又趁机拿酒杯偷袭她 可惜打偏了 小苍愤怒地拿出手机告诉小苍 如果再不听话 就像她一样被杀死 而且这是中国产的钢化玻璃 你肯定打不破